亲爱的朋友,老陈砍个天外陨池的故事 茂密的森林,很少有人进入这里 男主菲利普是个水文学家 进入这地方考察,据说这里是邪恶之地,有女巫 有个妹子拿着器物在进行祷告仪式,保佑家人健健康康 男主的闯入毁了妹子的仪式 妹子直接认为男主是非法入侵哦,小心我举报你 觉得男主比较憨憨,所以妹子告诉了男主她的名字尼亚 尼亚就是我们的女主,脚上有个纹路,骑着白马飘然而去 女主回家受到了眼睛霸的撤止,眼睛霸脾气一直暴躁 女主有个哥哥班尼游手好闲喜欢抽大麻 家旁边有个井,弟弟小杰克说能在井里看到星星 晚上女主入睡了,突然屋子上空出现了个紫圈 弟弟杰克走到门口,狗狗阻止了他 整个房屋一片紫色,紫光闪过了屋子 弟弟杰克吓得呆住了,眼睛霸和妈妈发现屋外有个紫色的陨石 散发出特别的臭味 杰克呆呆的麻木了一个小时多,才开口说话 第二天警察和市长都来查看 男主也来了,向女主开玩笑 你昨天召唤来的? 两人手拉手去查看了陨石 爸爸一看女儿春心荡漾 让女主回家里,不希望女主早恋 陨石味道很难闻,男主查看了下 随后男主去见了白爷,咨询当地的水文 白爷递给男主一杯水 男主发现水很奇怪,有一种颜色打算拿回去化验下 突然一个闪电下起了大雨 女主在大雨中欣赏风景,而陨石在吸收雷电 男主在帐篷化验了水质,雨停了 各种诡异的事情发生 男主手电看到了有彩色的影子 突然汽车发动了,又熄火了 波音机自动启动了 清晨,眼睛霸盒妻子发现陨石消失了 旁边开出了奇异的花 妈妈打了个鸡蛋 鸡蛋里有鲜红的颜色 妈妈切胡萝卜,竟然切掉了自己的手指 毫无知觉 竟然让人麻木,什么鬼东西啊 眼睛霸带妻子去了医院 井里有人和小杰克说话 有回应的哨声 小杰克走向井边 井里紫色的陨石,孵化出一只紫色的螳螂 时间41点20几分 女主洗了刀子,一片紫光闪过 女主水池里都是红色 时间变成了4点45分 时间被加速了 随后女主呕吐了 男主来告诉女主 这里水受了污染 建议别喝 男主也去提醒白爷 水被污染了 白爷说有地下人在说话 你听,男主认为是磁场干扰了 小杰克整天呆呆地看着井 手术很成功 眼睛霸开车回去 差点撞了一个奇怪的生物 眼睛霸打电话回家 女主接起来听不清 随后信号断了 紫色的光出现 小杰克呆住了 狗狗冲过去挡了紫光 眼睛霸回来 暴躁地刺責二人 没有照看好小杰克 羊驼还在外面 眼睛霸拉羊驼回屋子 眼睛霸去洗澡 有个白色的东西抓了下 然后跑入了下水道 眼睛霸变得很暴躁 吓到了妻子和小杰克 所有的植物都有一种红色 眼睛霸采摘了便衣的水果 吃了便衣的水果 眼睛霸的皮肤变得很粗糙 体内有鲜红的色彩 晚上有奇怪的声音 小杰克和班尼看着门外 已经是一片鲜艳 女主看了死灵之书的召唤仪式 然后女主在身上刻符文 根据书籍的仪式来保护自己 班尼和杰克二人去看羊驼 发现紫色的光在吞噬羊驼 两人逃出来 妈妈冲过去保护杰克 两人被紫光击中了 眼睛霸爆回了妻子 准确说是妻子和杰克的合体 女主看到紫光击中的妈妈和杰克 吓晕了过去 汽车无法启动 家周围一切都变了颜色 在陨石的作用下 时间植物和人都被改变了 妈妈的哀求 小杰克的哭闹声折磨着一家人 紫光吸收了狗狗和羊驼 眼睛霸拿枪去杀怪物 眼睛霸让班尼和女主下楼 眼睛霸亲了妻子 紫色的口水传给了眼睛霸 女主的马也便衣跑了 班尼听到井里有狗狗的声音 下去找狗狗 一片紫光冲了出来 吞噬了班尼 眼睛霸暴躁地抓回女主 扔进了阁楼 阁楼里的妈妈过来亲吻了女主 男主却汇报了水之有问题 井长也发现了变异的合体动物 两人开车去女主家 听到了女主的求救 二人上阁楼看到了诡异的一幕 眼睛霸一枪击杀了 变成妻子的怪物 男主抱着女主出门 突然井里出现了一片紫光 眼睛霸要杀男主 杀了眼睛霸 女主清楚 那个东西不让我们走 选择留在家里 男主和井长来到白爷家 听到一段话 万物生长会沦陷 只要喝过那水 他会吸取一切精华强大 他来自异星 白爷的身体里出现一片紫光 二人逃离 路上树怪抓走了井长 吸取了井长的精华 男主拿枪逃到女主家 女主看着井 眉心有个符号 身上出现一片紫色 所有的一切都被女主吸了进去 井里出现了紫色风暴 女主牺牲了自己 化成碎片 消失了冲向了天空 男主逃到女主家里 眼睛霸还在 疯狂地追男主 男主逃进了地下室 紫色的光芒闪耀 一切都席卷冲向天空 等男主醒来 外面成为一片尘土 男主捡到了女主的器物 女主为了保护男主 牺牲了自己 这地方成了一个超级大坑 水库大坝建成后 男主绝不喝这里的水 这里发生的诡异 没几个人记得 那是一片异心的色彩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订阅点赞 谢谢